童总 童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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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繁衣珠宝家的千金 童乐齐吧 听说他家的品牌 听说他家的品牌 只进入了茂林商场 童总好 童总和苏浩宇的关系 不一般啊 宋总到了 宋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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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总 方总在前面等您 陈善去找何清手术 在那边 去吧 你来 刚刚电话里说的 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周年庆 请问是齐小姐吗 是 您好 我是何清 宋总的秘书 您好 这是您的女儿 是啊 她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就一起带过来了 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是这么大一场宴会 没关系 您可以让孩子去儿童专属的游乐区等您 毕竟宴会厅不太适合小朋友 您放心 游乐区附近有很多监控 这儿的安保很严 几个钱 走 妈妈 你还去哪里 宝贝 妈妈为了帮你的小怪兽 一会儿要去补充点能量 你一会儿呢 就在游乐区乖乖地等我一下 好吗 好 好 服务员 宋总的客人是你接待的吗 是吗 看来这个客人也不怎么重要啊 您是不是容易 宋总 杯子收一下 久不见 好久不见 生意做得挺大 对啊 齐小姐 您没事吧 我带您到那边的休息室整理一下 好 谢谢 跟我来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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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快起来 怎么了齐小姐 齐小姐 宋总 打扰了 宋总 要不咱们换个姿势表 宋总您好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您的 呃 我先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齐斯勒 是蓝B 齐斯勒 哎 你现在结婚了还是单身呢 呃 你一直都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吗 啊 呃 宋总 我今天是来谈工作的 宋总 抱歉 是我着急了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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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啊 哎 哎 哎 没事吧 神社抱歉 你没事吧 孩子没事吧 没事吧孩子 没受伤吧 妈妈会给晨晨过生日吗 再比这个更大的蛋糕 会啊 孩子 你没事吧 宝贝 没受伤吧 你救了我 你是我妈妈对不对 啊 啊 你在找妈妈呀 爸爸没骗人 我是有妈妈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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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差点撞到了晨晨 你们这些服务员做事 这么狠充直撞吗 啊 啊 哦 你误会了我不是服务员 佟总 要不是这位女士 晨晨就被撞了 宋星辰啊 你没事吧 没事 爷爷 爷爷 哎 孙大姐在啊 你们已经认识了吧 是 谢谢您帮忙 我才能见到宋总 哎呀 不客气 帮忙 没有没有没有 哎 哎 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啊 真可爱 晨晨 叫他爷爷 嗨爷爷 哎 你好 这是这是你女儿啊 是啊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我说话你要教啊 抓住机会 爸 你困了是不是 快了 着急回家了 可以 哎 晨晨啊 一会儿啊 你送思乐他们回去 不用了不用麻烦 没关系啊 方便的 你是自己一个人带着萱萱吗 是 萱萱很可爱 谢谢 你有没有想过 你如果 你如果 你如果不带着萱萱 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更自由 我为什么要这么想啊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 萱萱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绝对不会离开她 我都绝对不会离开她 你怎么看上的 能不能看路啊 你没受伤吧 真是 来 宝贝到家了啊 谢谢啊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等一下 天凉了 孩子一会儿着凉了 头发都乱了 谢谢啊 黄晓文 今天那个姑娘觉得怎么样 不否认就是有感觉呗 约约 我想找个时间 约人家来家里吃个饭 什么 我说我想约人家来家里吃个饭 我的 这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吧 杜婶 杜婶 我的电话呢 快给我拿来 来 喂 宋爷爷 死了 明天你带萱萱来家里吃个饭啊 明天 地址我给你发过去啊 那明天见 可是我 家里要来贵客 贵客 明天谁来呀 可能是晨晨新妈妈 好 一级酒包 一级酒包 这次真的要给我找号码了 严蒙充鲁 来 夏小姐 快请进 谁来了 晨晨 是我呀 晨晨 妈妈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这是我妈妈 晨晨 杜晨 他们就是闺客 是啊 晨晨 完了 完了 双双走 闭站 晨晨 慢点 杜晨 快进 好巧啊 不巧 我是专门过来 爷爷 都来了 我这是汪看爷啊 斯乐爷来了 骆琪来了 想你了 我给你带了好多东西呢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还有 这个 这水果 是斯乐买的吧 是 这个好啊 姜雪鸭 知道爷爷身体不好 还是斯乐有心了 爷爷喜欢就好 好好 我去洗一下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像要躲过这一遍了 诚诚 你干吗呢 哥哥在为幸福 努力着 那为什么你要当哥哥 因为哥哥才会把玩具 都让给妹妹 真的吗 当然了 成 成 哥哥 我还从来不知道你会做饭呢 今天有特殊的客人在 总得以自己瑕疵厨房吧 要我帮忙吗 不用 思乐 你来一下 怎么了 宋总 帮我记下围去 谢谢 嗯 妈妈 我要吃那个 诚诚 阿姨很喜欢诚诚 但是阿姨是萱萱的妈妈哦 你愿意叫 别人还不愿意认呢 自作多情 她就是我妈妈 这是我妈妈 人家这才是一家子 你家我 我 我没有掐你啊 我刚在这摸摸你 你别哭 别哭 别哭 宋凝晨 男孩子不许哭 再哭 回你房间去 阿姨 阿姨我走了 小孩子太麻烦了 骆徐回头传来啊 好了好了 别哭 都走了 干嘛呀 别哭呀 听说喜欢养多肉的人 都是因为欣赏饱满的生机 那个 宋总您看我那个策划案里 是不是也很有新鲜的张力啊 您赞同就好 可是这再好的创意 也像植物一样需要灌溉 也不知道宋总您愿不愿意 把我们的合作再推并一下 我们领个结婚证吧 我们领个结婚证吧 我猜 都在 ゆ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